今年中午空军官校一架编号0851的AT-3教练机 从岡山机场起飞执行训练任务半小时之后 在雷达幕上就失联了 军方仍然持续的搜救 机上的两名飞行员 少校飞行官王敬军与中卫飞行官黄俊荣都还没有寻获 我们来为您整理历年来的空军AT-3教练机意外事件 1994年一架AT-3在新竹外海例行训练的时候 因为机舰故障而坠毁 当时两位飞行员一位获救 一位因此而不幸殉职了 1996年编队飞行训练的时候 同样因为机舰故障而在高雄县桥头乡坠毁 幸好当时的中卫学官及时跳伞逃生了 1997年有一架AT-3教练机在进行雷虎小组的训练的时候 也同样坠毁 当时教官徐海华少校不幸殉职 在2003年一架AT-3教练机执行例行训练飞行的时候 在台东的嘉明湖东南方的峭壁不幸撞山 少校机长和学官两人都因此而殉职了 去年2012年还有一起两架擦撞一架坠毁 当时好在飞行员跳伞逃生 去年是两架AT-3教练机在雷虎小组训练的时候擦撞 一架撞毁了在高雄子官的农田 另外还有当时的飞行员是跳伞逃生的 而今天又不幸的发生了失联事件 机号是洞八五腰 今天上午前座由王靖军少校32岁 后座黄俊龙中尉23岁驾驶 在11点55分的时候 由岡山基地起飞 到中央山脉上空的山区 我们训练的空域 执行例行的移飞训练科目训练 在12点55分的时候 因为不明原因光点消失 光点消失之后 各管制单位都做了无线电呼叫 但目前为止没有获得任何反应 空军表示 教练机失联之后 立刻发动搜救行动 出动花莲基地山区搜救小组 以及第五战区的山区搜救队 失联地点附近山区海拔大约3000公尺 根据当时的回报资讯 除了有一些云层之外 高空的气流平稳是适合训练的 也强调飞机在这三个月的 使用状况都正常 失联的确切原因还在调查